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来讲解高指数学习第三册课本的教材 我们讲解的内容是第二章指数与对数 第二章指数与对数,我们在2-1来讲解指数及其运算的意义 2-2我们讲解指数函数及其图形 2-3我们讲解对数及其运算的意义 2-4我们讲解对数函数及其图形 2-5我们讲解常用对数及其运用 我们这一节要来讲解2-1 我们就开始来讲解2-1,讲解指数及其运算的意义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明我们即将讲解的内容 2-1的第一小节我们来介绍自然数指数 第二小节我们来讲解整数指数 第三小节我们来讲解有理数指数 第四小节我们来讲解的时数指数 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 那么印度有个古老传说 一位经常欺压百姓,掠夺百姓稻米的国王 非常喜欢一位智者所发明的棋盘游戏 国王问智者想要什么奖赏 智者思考许久后回答 请国王明天在棋盘的第一个方格上 是我2厘米,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棋盘 第一天在第一个方格上就放2厘米 隔天在第二个方格上是我4厘米 所以第二个方格这边放上4厘米 第三天在第三个方格上放上8厘米 第四天在第四个方格是我16厘米 那么就如此每天都是我前一天两倍的米粒 直到棋盘上的方格都放了米为值 那么从这件事情中 我们可以将每个方格需要放置的米粒数量 用指数的形式来表示 那么例如第一个方格就有2的一次方厘米 那么第二个方格就有2的二次方厘米 第三个方格就有2的三次方厘米 那么依此类推的话 那么第六十四个方格就会有2的六十四次方厘米 那么因此指数让我们在一个数字连乘数次 这件事情有了简便的记录方式 也就是说当a它是一个时数 而且n是自然数的时候 那么a的n次方就是n个a的乘积 那么也就是说a的n次方 那么就是a乘a乘乘乘乘a 那么一共乘了n个a 那么其中a就称为a的n次方中这个数它的底数 那么n就称为a的n次方中它的指数 我们来看2-1的第一小节 我们来讲解自然数的指数 那么利用以下几个实例提供同学观察他们所对应的指数率 那在这边我们就假设a跟b都是实数 而且m跟n都是自然数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性质 a的m次方乘上a的n次方 那么就会等于a的把次方相加 我们来举个例子 2的4次方乘上2的3次方 所以2的4次方就是4个2相乘 那2的3次方就有3个2相乘 那么一共就会有7个2相乘 所以就写成2的7次方 那么这个2的7次方就是2的把次方4跟3相加 我们来看第二个性质 a的m次方那么整个的n次方 所以就是a的m跟n把它相乘 我们来举个例子 就是2的4次方那么整个的3次方 所以就是2的4次方乘2的4次方乘2的4次方乘3个 所以就是2的4加4加4 也就是利用第一个性质 所以我们就得到2的12次方 那这个12的意思就是把4跟3把它相乘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性质 a乘b那么整个的n次方 那么就变成是a的n次方再乘上来v的n次方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呢 2乘3整个的4次方 那么就是2乘3再乘上来2乘3 再乘上来2乘3再乘上来2乘3 也就说2乘3连乘4个 所以我们把2乘在一起 也把3乘在一起再相乘 我们就得到了2的4次方乘上来3的4次方 也就说这个4次方就个别给2 当作是它的次方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性质 b分之a整个的n次方 就会等于b的n次方分之a的n次方 分母的底数b不能等于0 我们举个例子 3分之2的4次方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3分之2 乘3分之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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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说4个3分之2相乘 那么因此我们把分母相乘 所以把分子也相乘 那么因此分母相乘之后就得到3的4次方 分子相乘就得到2的4次方 那么意思也就说这个次方4 就分别给分母跟分子 当作是它们的次方 我们再来看性质5 a的n次方分之a的m次方 那么就会等于a的m减n次方 那么分母这个底数a不能等于0 那在这边我们是探讨自然数的指数率 那么因此我们希望这个m的值要大于n的值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2的3次方分之2的4次方 那么因此分母2的3次方就是2乘2乘2 3个2相乘 分子2的4次方就是2乘2乘2乘2 4个2相乘 所以分子分母我们可以同时约分3个2 那么因此就剩下2 那2的意思就是2的1次方 这个1就是4-3 那么4-3就是分子的4次方 那么去减掉分母的3次方 那这些指数率 请同学来观察它所对应的这些性质 跟我们的实例 那么底下我们就来介绍 自然数指数的指数率 那么因此指数是自然数 它的运算规则我们把它整理如下 所以我们来介绍自然数指数它的指数率 我们首先假设底数ab都是实数 次方mn都是自然数 所以第一个性质 a的m次方乘上a的n次方 就会等于a的m加n次方 也就是说底数相同 两个指数相乘的时候 它的次方就相加 我们来看第二个性质 a的m次方整个的n次方 就会等于a的m乘上n次方 我们来看第三个性质 a乘b的n次方 就会等于a的n次方乘上b的n次方 我们来看第四个性质 b分之a的n次方 就会等于b的n次方 分之a的n次方 那么分母的底数b不等于0 我们来看第五个性质 a的n次方 分之a的m次方 就会等于a的m-n次方 所以分母的底数a不能等于0 那我们谈的是自然数 所以m-n我们希望是正的 也就是说m要大于n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 两个指数如果相除 底数相同的时候 那么次方就做相减 所以以上五个指数率 请同学务必要熟记 我们来看第一题 所以a不等于0 是利用指数率化解一下个小题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a的5次方乘上a的3次方 除以a的平方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a的5次方乘上a的3次方 除以a的平方 所以首先我们把a的5次方 乘上a的3次方 根据指数率底数相同 所以次方就相加5加3次方 再去除以a的2次方 那么这两个底数相同 所以相除的时候 次方就相减 那么因此就得到a的8 减掉2 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是a的6次方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a的平方整个的3次方 除以a的4次方 所以第二小题 首先我们来计算a的平方 整个的3次方 所以就等于a的2乘上3次方 再去除以a的4次方 那么底数相同 两个指数相除 所以次方就相减 所以得到a的6-4次方 计算结果我们得到a的平方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a的平方乘上b的3次方 整个的平方 除以a的3次方 所以第三小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前面这个指数 所以把这个2次方乘给a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a的2乘2次方 再乘上b的3乘上2次方 再除以a的3次方 那么因此前面这边我们就得到是a的4次方 那么再乘上b的6次方 那么除以a的3次方 所以这个3次方跟底数a是一样 那么因此是4-3次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a的4-3次方 乘上b的6次方 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a乘上b的6次方 那么因此第一小题我们计算结果 它的值是等于a的6次方 那么第二小题计算结果得到等于a的平方 第三小题我们计算结果得到等于a乘上b的6次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随档列集1 是利用指数率将下列各小题化减为指数形式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3的5次方乘上3的4次方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来计算3的5次方乘上3的4次方 所以因为底数相同这两个指数相乘 那么因此次方就把它相加 所以就是5加上4次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3的9次方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3的3次方分之3的4次方 整个的3次方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3的3次方分之3的4次方 那么整个的3次方 所以就会等于 我们来看分子的部分 那么分子的部分就是3的4跟3相乘 得到是12次方 所以去除以3的3次方 那么这两个指数底数相同 这两个指数相除的时候 所以他们的次方就相减 那么因此是12减掉3 我们得到是3的9次方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2乘3的15次方 除以2的3次方 第三小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前面2乘3的15次方 所以就会等于2的15次方 再乘上3的15次方 再除以2的3次方 所以就会等于 首先我们来看这两个底数都是2 但是它是相除 那么因此它的次方就相减 所以就是2的15减3 我们得到是12次方 再乘上3的15次方 所以题目要来把这个小题 化解为指数形式 那么第一小题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是3的9次方 第二小题 计算结果得到是3的9次方 第三小题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是 2的12次方乘上3的15次方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再来看2至1的第二小节 我们来讲解整数指数 前面我们提到指数率的一个性质的时候 我们提到a的n次方分之a的m次方 那么底数相同 指数相处的时候 就会等于a的m-n次方 那么这个时候当然希望分母不能等于0 所以底数a不等于0 那么而且我们也希望m要大于n 这样子才使得m-n 它才是自然数 那么底下我们就针对底数不能等于0 而且n是自然数的时候 我们来探讨a的0次方 那么跟a的-n次方 就不必再局限于m大于n的条件 那么举个例子来说 2的3次方分之2的3次方 我们现在写成8去除以8 计算结果等于1 而且如果是2的7次方分之2的4次方 所以分母的部分2的7次方 我们可以写成2的4次方 乘上2的3次方 分子分母同时约分2的4次方 所以我们就写成2的3次方分之1 那如果我们定义a的0次方是等于1 而且a的-n次方等于a的n次方分之1 所以这两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成 第一个来看 2的3次方分之2的3次方 我们直接跳过去 根据指数率 那么就是2的3-3 我们得到2的0次方 那如果我们就定义a的0次方等于1 那么因此这个时候2的0次方 它的值就等于1 而且我们第二个例子2的7次方分之2的4次方 我们刚刚是计算到2的3次方分之1 所以如果我们定义a的n次方分之1 那么等于a的-n次方 所以2的3次方分之1 那么就等于2的-3次方 那么这个-3的意思就是4-7的意思 那么按照上面的情况 意思也就是说当底数不等于0 那么n是自然数的时候 如果我们定义a的0次方等于1 a的-n次方等于a的n次方分之1 所以我们就把自然数加上0这个数 也加上负的整数这个数 所以我们就把自然数 那么扩展到整数去 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就把指数率 那么扩展到整数的指数率的范围 那么底下我们就相加来介绍 整数指数的指数率 所以指数为整数的运算规则 我们把它整理如下 那么这边我们就来介绍整数指数 它的指数率 首先我们就假设如果底数ab 都1与0的时数 那么它的次方mn 那么都是整数 所以指数率的第一条 a的m次方乘上a的n次方 就会等于a的m加n次方 第二点a的m次方整个的n次方 就等于a的m乘上n次方 第三点a乘上b的n次方 就等于a的n次方乘上b的n次方 第四点b分之a整个的n次方 就等于b的n次方分之a的n次方 第五点a的n次方分之a的m次方 就会等于a的m-n次方 所以如果我们以指数率a的m次方乘上a的n次方 等于a的m加n次方来说 如果这个时候m是自然数n 它是负整数的时候 我们就不妨假设这个负整数n 那么假设它是-k 所以a的n次方 我们就可以以a的k次方分之1来表示 也就说a的n次方 那么就是k个ra分之1相乘 那么因此无论m大1k m等1k或者是m小1k的情况之下 那么我们都可以证明到这个指数率 a的m次方乘上a的n次方 等于a的m加n次方 这个是成立的 所以同学不妨自行来验证这个指数率它是成立的 那么其他的指数率也可以当作练习来证明 那么如此一来我们的指数率 a的m次方除以a的n次方 就等于a的m-n次方 我们不必受制于m一定要大于n的情况之下 那么m等于n或者是m小于n的情况也是会成立的 所以我们有上面的定义之后 那么b分之a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a乘上b的-1次方 a的m次方除以a的n次方 也可以把它写成a的m次方乘上a的-n次方 我们来看理题2是计算下列个4的值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2分之1的3次方乘上2的4次方 第一小题首先我们来看呢 因为2分之1的3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2的-1次方 那么整个的3次方 所以整个式子 那么就会变成是2的-3次方 再乘上2的4次方 所以底数相同 那么因此次方我们就把它相加 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是2的1次方 所以等于2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10的3次方乘上10的-5次方 整个的平方 再乘上2的-1次方 整个的4次方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10的3次方 乘上10的-5次方 那么底数相同 所以就变成是10的3加上-5次方 等于10的-2次方 那么因此整个式子 那么就会等于前半段 是10的-2次方的平方 再乘上2的-1次方 整个的4次方 所以前面就是10的-2乘上2 就是10的-4次方 再乘上2的-1乘上4 那么就是2的-4次方 那么10的-4次方 意思也就说是1万分之1 2的-4次方就是16分之1 所以计算结果 所以计算结果我们就得到是16万分之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随段练习2 是计算下一个4的值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3分之1的3次方乘上9整个的5次方 再乘上243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3分之1的3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3的-3次方 再乘上这个9可以把它写成3的平方 所以整个的5次方 再乘上243 那么就是3的5次方 所以就会等于 那么3的-3次方乘上3的2次方 底数相同 那么因此它们相乘的时候 次方相加 -3加上2 我们得到是-1次方 所以整个在5次方 那么再乘上3的5次方 所以就会等于3的-1乘上5 得到是-5次方 再乘上3的5次方 那么底数相同 所以两个次方就会相加 -5加上5得到是0次方 那么3的0次方这个值 我们得到是1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125分之1乘上2的-1次方 整个的3次方 乘上2018的0次方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 这个值是125分之1 我们就不再化解 再乘上2的-1次方的3次方 所以就是2的-1乘上3 我们得到是-3次方 再乘上2018的0次方 那么这个值是等于1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 前面是125分之1 再乘上2的-3次方 就是2的3次方分之1 所以就等于125分之1 再乘上2的3次方分之1 这个值是8分之1 所以125分之1乘上8分之1 我们就得到是125乘上8 那么这个值呢 我们就得到是1000 所以整个值是1000分之1 那么因此呢 提供要计算下来各式的值 第一小题 我们计算结果 那么得到这个值呢 等于1 第二小题 我们计算结果呢 得到这个值 等于1000分之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可以利用呢 智慧型手机的计算机呢 APP 来求出呢 整数指数 和它的数值 以iOS为例 那么打开计算机APP后 萤幕呢 会出现简易型的计算机模式 那么如呢 这一个图 那么假如呢 我们把手机横放之后 就会发现呢 变成工程用的计算机模式 那么如图呢 2-1的这一个形式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来求出呢 5的10次方这一个值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依序输入5 再按s的y次方这一个键 再输入1 再输入0 那么输入等号 所以呢 萤幕上 就是画面上呢 就会出现 5的10次方这一个值 那么就是呢 9765625 那么如果呢 我们来计算5的-10次方这一个值 所以呢 我们就依序输入5 s的y次方这一个键 那么再输入呢 因为我们要输入是-10次方 所以呢 选择加减者这一个符号 那么选择输入呢 -1跟0 这两个键 再选择呢 等号按下这一个键 那么因此呢 萤幕上 画面上呢 就会出现5的-10次方这一个值 就是呢 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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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4 那么在这边呢 也提醒同学 我们使用呢 是iOS计算机的APP 那么同学呢 如果是要使用呢 Android计算机的APP 或者呢 是要使用电脑版的小算盘的软体 或者呢 是使用工程用计算机的操作 那么其实呢 这些操作的方法是很类似的 同学呢 可以依照自己方便使用的工具 那么尝试的使用 去计算出这些值来 我们来看题第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建议 身体质量指数 简称VMI 可以作为衡量肥胖的程度 射抹人的身高为L公尺 体重为W公斤 其VMI值的算法为W乘上L-2次方 公斤除以m平方 若小一身高170公分 体重85公斤 则它的VMI值大约是多少 那第二次呢 那么小一的身高是170公分 我们把它换成公尺 所以它的身高L 那么就等于1.7公尺 那么它的体重是85公斤 所以根据VMI值的计算方法 那么就会等于W 那就是85公斤 再乘上L是1.7 那么整个的-2次方 也就是85乘上1.7平方分之1 所以这个值呢 计算近视义呢 是29.4 那么这个题目呢 我们也可以另外利用呢 计算机的APP 来求出呢它的VMI值 所以它的VMI我们知道呢 是85乘上1.7的-2次方 我们以工程用的计算机模式 那么依序呢 我们就把它按下1.7 那么选择SY次方 再按下呢正乎 也就是选择呢-2次方 再乘上呢85 所以呢按下等号之后 那么计算机呢 就会出现这个画面 大概呢是29.411等等 这个数值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随堂练习3 在摄影学中 对于光的照度定义是 光线在一定的距离时 散布于单位面积上的光亮 其计算方式为 照度1等于i乘上d的-2次方 其中i为点光源亮度 燭光 d为瘦光面与点光源的距离 磁 现有90燭光的点光源是球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那么根据题目的意思 我们要来求它的照度 那么照度呢 用1来表示 所以等于i 那么i就是点光源 点光源呢 现在题目给我们是90燭光 那么再乘上d的-2次方 那么d呢是代表它的距离 现在距离呢是三尺 所以三尺的-2次方 那么d呢是代表它的距离 现在距离呢是三尺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90 再乘上3的-2次方的意思 那么就是呢 9分之1 所以计算结果呢 我们得到是10 那么单位呢是LUS 我们看第二小题 距离点光源6尺处的照度 是距离点光源3尺的照度 的多少倍 我们看呢 第二小题 那所以呢 点光源6尺的地方 我们把它称为呢是 照度呢是16 点光源3尺的照度呢 我们把它称为呢是13 所以呢 就会等于 我们来计算呢16 16呢 那么就是90烛光 再乘上6的-2次方 那么13呢就是三尺的地方 所以呢是90烛光 那么再乘上3的-2次方 那么在这个式子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90把它做约分 那么因此 就会等于6的-2次方 我们得到来是36分之1 3的-2次方得到来是9分之1 所以呢就会等于36分之9 约分结果 我们就得到来是4分之1 所以呢 题目要来求第一小题 那么距离点光源3尺处的照度 为多少 我们计算结果呢 得到它的照度 是10LUS 第二小题呢 那么点光源6尺处的照度 是点光源距离呢 3尺处照度的多少倍 我们计算结果呢 是得到4分之1倍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在计算记忆概论 及基本电血等领域呢 常以大小写字母来表示呢 时的沉密 那么例如呢 TGMK 那表示呢 记忆容量的单位 以呢 μn 那表示呢 电子流动速度的单位 以下呢 我们类出常用的单位表示法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单位表示是T 中文呢 就是照 代表呢 是10的12次方 那么如果是写G 代表呢 是11 也就是10的9次方 那么M呢 代表是百万 就是10的6次方 K 就是代表千 是10的3次方 那么如果是M呢 代表毫 就是10的-3次方 μ呢 代表V 是10的-6次方 那么这个N呢 代表毫 也就是奈米的意思 10的-9次方 那么P呢 代表VV 也就是10的-12次方 我们来看2-1的第三小节 我们来讲解呢 有理数指数 那么在自然数指数呢 推广到整数指数 并且呢 使得指数率呢 仍然是成立后 我们希望呢 可以再推广到有理数指数 而且呢 使得它的指数率 那么依然呢 能够成立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说呢 如果A的N分之M次方 有意义 而且呢 有理数指数率也会成立 那么N呢 是自然数 M呢 是整数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得到A的N分之M次方 等于A的N分之1次方的M次方 而且呢 A的N分之1次方 整个的N次方 就会等于A的1次方 也就是等于A 那么我们呢 可以赋予A的N次方分之1 一个定义 那么使得呢 上面是指的成立 而且呢 使得指数率 我们就可以把它推广到呢 有理数 那么也就说呢 当A大于0的时候 而且呢 N为自然数的时候 A的N次方 等于A 那么恰有一个呢 正实数根 也就是呢 N次更好A 那么又当呢 A大于0 而且呢 N是自然数的时候 A的N分之1次方 整个的N次方 就会等于A 那表示呢 A是N个 A的N分之1次方 它的成绩 相反的A的N分之1次方 那是A的一个N次方根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 A的N分之1次方 那么就是呢 SN次方 等于A的正实数根 N次更好A 所以呢 由理数指数 它的定义呢 如像 假设呢 当A大于0 而且呢 N为自然数 M呢 是整数的时候 所以呢 A的N分之1次方 那么就等于呢 N次更好A 而且呢 A的N分之m次方 就等于呢 A的N分之1次方 整个的m次方 所以呢 就等于N次更好A 那么整个的m次方 所以就会等于呢 N次更好A的m次方 所以呢 我们配合过去 学过的根式运算性值 那么这边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 学到下面这些性值 所以呢 当A大于0 B大于0 而且呢 MN都是自然数的时候 所以呢 第一个性值 M次更好A 就会等于呢 M乘N次更好A的N次方 第二个性值呢 N次更好M次更好A 所以呢 就会等于M乘N次更好A 那么第三个性值 N次更好A 乘上N次更好B 所以呢 就会等于N次更好A乘上B 第四个性值 N次更好A N次更好A 所以呢 就会等于N次更好B分之A 那么上面呢 这些更式指数率的性值 证明比较繁复 暂时呢 我们不再多加说明 那么底下呢 我们就利用几个实例 让同学呢 分别来熟悉它所对应的性值 我们来看呢 第一个性值 M次更好A 等于呢 M乘N次更好A的N次方 我们来看右边的例子 3次更好2的6次方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3次更好2 先3次方再2次方 所以呢 等于2的平方 那么等号的左边 右边我们分别呢 取6次更好 那么因此呢 左边就是3次更好2 那么等于呢 右边就是6次更好呢 2的平方 我们来看第二个性值 N次更好M次更好A 等于呢 M乘N次更好A 我们来看右边这个例子 更好 这里的更好呢 是2次更好 所以呢 我们说2次更好 3次更好2 整个的6次方 所以呢 就是2次更好 3次更好2 那么先呢 平方再3次方 所以呢 里面 我们就把2次方更消去 那么因此得到呢 3次更好2 整个的3次方 我们得到呢 是2 所以等号的左边 右边 同时呢 我们把6次方更 所以这里呢 是更好3次更好2 就会等于呢 6次更好2 我们来看第三个性值 N次更好A 乘上N次更好B 等于N次更好A乘上B 我们来看右边这个例子 3次更好2 乘上3次更好5 整个的3次方 所以呢 就会分别给它3次方 那么因此就是3次更好2 的3次方 乘上3次更好5的3次方 那么3次更好2的3次方 得到呢是2 3次更好5的3次方 我们得到是5 所以呢 右边我们得到是2 乘上5 那么等号的左边右边 我们同时呢 取3次更好2 所以呢 左边3次更好2 乘上3次更好5 那么就等于呢 3次更好2 乘以5 那么再来看呢 第四个性值 N次更好B分之N次更好A 就等于N次更好B分之A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3次更好5分之3次更好2 整个的3次方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3次方分别呢 那就给分子跟分母 所以呢 分母就是3次更好5的3次方 分子呢 3次更好2的3次方 那么因此分母得到是5 分子得到是2 等号的左边右边 我们同时呢 取3次方根 那么因此呢 左边就是3次更好5分之3次更好2 等于右边呢 3次更好5分之2 所以呢 我们的指数率 那么从整数的指数率 我们推到呢 有理数的指数率 所以呢 底下我们来做呢 新的结论 也就是呢 针对啊 有理数的指数率 我们来介绍 首先呢 我们来看 假设呢 AB都是呢 正式数 那它的次方呢 MN 我们让它呢 都是有理数的话 那么这个呢 就是有理数 指数 它的指数率 首先呢 第一个性值 A的M次方 乘上A的N次方 等于呢 A的M 加N次方 底数相同 指数呢 相乘的时候 那么次方呢 就是相加 我们来看第二个性值 A的M次方 整个的N次方 所以呢 就等于A的M 乘上N次方 我们来看第三个性值 A乘B的N次方 所以呢 就等于A的N次方 乘上B的N次方 我们来看第二个性值 A的N次方 等于呢 B的N次方 分之A的N次方 我们来看 第五个性值 A的N次方 分之A的M次方 等于呢 A的M 减N次方 那么这些呢 都是有理数指数的指数率 请同学呢 务必要熟记 我们来看第一题是 试求下列个小题的值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81的四分之三次方 第一小题呢 那么首先我们把它的底数呢 81写成了3的四次方 所以整个的四分之三次方 那么因此呢 根据指数率 所以等于呢 3的4 乘上呢 四分之三 那么4乘上四分之三呢 我们就得到是3 所以得到是3的三次方 那么3的三次方 结果呢 就是27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64的负三分之一次方 第二小题呢 一样 首先我们针对呢 底数64写成了4的三次方 所以整个负三分之一次方 那么因此呢 根据指数率 所以呢 3跟负三分之一 我们可以把它乘起来 那么得到呢 4的3乘上呢 负三分之一次方 所以呢 就等于4的负一次方 那么4的负一次方 就是4的一次方分之一 那么也就是呢 四分之一 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四分之一的负一点五次方 第三小题 首先我们针对呢 底数四分之一 把它写成呢 2的负二次方 所以整个呢 再负一点五次方 那么因此呢 根据指数率 所以等于2的负二 乘上呢 负一点五 得到是三次方 所以呢 2的三次方 计算结果呢 我们得到是八 那么因此呢 第一小题 我们计算结果 得到这个值呢 是二十七 第二小题 计算结果 得到这个值呢 是四分之一 第三小题 计算结果呢 得到这个值是八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 所以当练习是 试求下列个小题的值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625的负四分之一次方 我们来计算呢 第一小题 那么625的负四分之一次方 所以呢 这个底数625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5的四次方 所以呢 整个在负四分之一次方 所以呢 根据指数率 那么就是 5的4 乘上呢 负四分之一 所以呢 就会等于5的 4乘上呢 负四分之一 是负一 所以是5的负一次方 那5的负一次方的意思呢 那么就是五分之一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169分之49的 负0.5次方 第二小题呢 那么首先 我们把这个底数 分母呢 169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13的平方 那么分子呢 49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7的平方 所以呢 整个的负0.5次方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十三分之七 那么整个的平方之后 再整个呢 负0.5次方 所以呢 就会等于 那么根据指数率呢 这个2 跟负0.5 就可以把它乘起来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 十三分之七的 2乘上的负0.5 得到呢 是负一次方 所谓的负一次方 那么就是导数的意思 所以呢 十三分之七的导数 我们就得到呢 是七分之十三 那么 因此呢 我们要来求各小题的值 那第一小题 我们计算结果呢 得到值是五分之一 第二小题呢 我们计算结果 得到它的值呢 等于七分之十三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第一题五 以至AB结尾正实数 四化简下的个四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A分之三次根号A 乘上根号A 乘上六次根号A 第一小题呢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分值 所以呢 三次根号A 就是A的三分之一次方 乘上的根号A 就是A的二分之一次方 乘上的六次根号A 就是A的六分之一次方 整个呢再去除以A 那么等于分值的部分呢 底数相同 所以呢 次方我们把它相加 再去除以呢 分母是A 那么分值呢 三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加六分之一 相加结果就等于1 所以呢 就等于A分之A 原分化简结果 因为A呢 是正实数 所以呢 化简结果得到呢 是等于1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三次根号AB的平方 乘上的六次根号 A四次方B平方 那么第二小题呢 整个式子 首先我们来看呢 AB平方开三次根 那么这个意思也就是 AB平方整个的三分之一次方 所以同理呢 乘上A四次方B平方 那么整个呢 六分之一次方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三分之一分别呢 就给A跟B平方 所以得到呢 是A的三分之一次方 B平方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么同理呢 六分之一也分别 给A的四次方 跟B的平方 所以呢 A的四次方 整个的六分之一次方 乘上的B平方 整个的六分之一次方 所以呢 就会等于A的三分之一次方 乘上 那么2呢 跟三分之一相乘 得到呢 B的三分之二次方 4呢 跟六分之一相乘 约分 得到呢 是A的三分之二次方 2呢 跟六分之一相乘 约分 得到呢 是B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么整个式子里面呢 底数相同的A 把次方呢相加 所以得到呢 是A的三分之一 加三分之二次方 那么底数是B的 然后相乘呢 次方相加 所以得到B的三分之二 加三分之一次方 那么三分之一 加三分之二是1 所以这里呢 我们得到4A 那么三分之二 加三分之一也是1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得到4B 那么因此呢 第一小题化解结果 我们得到这个值呢 等于1 第二小题 化解结果 得到这个值呢 等于A乘上B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随等练习5 利用有理数指数的指数率 化解下来各小题 并求出奇值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4次更号16 加5次更号243 加3次更号27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化解4次更号16 16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2的4次方 所以呢 4次方更的意思 就是外面呢 在十分之一次方 再加上243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3的5次方 所以呢 5次方更的意思 那么就是在5分之一次方 再加上8分之27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2分之3 那么整个的3次方 那么3次方更的意思呢 就是在整个 在3分之一次方 所以呢 就会等于 那么根据指数率呢 4乘上4分之1 这里我们得到2的一次方 再加上5乘上5分之1 得到3的一次方 再加上 那么3跟3分之1相乘 所以这里呢 我们得到是2分之3的一次方 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们得到2 加上3 再加上2分之3 所以呢 集算结果 我们就得到是2分之13 我们看第二小题 4次更号 更号256 加6次更号4 乘上3次更号4 第二小题呢 那么首先我们来化解 4次更号再更号 所以呢 就会等于4乘2 得到8次更号256 那么再加上呢 6次更号4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6次更号 这个4呢 就是2的平方 所以再乘上呢 3次更号4 那么因此就会等于256的意思呢 就是2的8次方 所以呢 整个在8分之1次方 再加上 那么这个2呢 跟6 我们可以约分得到3次更号2 再乘上呢 3次更号4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8 跟8分之1相乘 得到呢 是2的一次方 那么再加上3次更号2 乘上3次更号4 那都是呢 3次更号 所以呢 就等于3次更号2 跟4相乘 得到呢 是8 那么因此呢 就等于2 再加上8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2的3次方 所以呢 整个在3分之1次方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2 再加上3乘上3分之1 得到11 所以加上2的一次方 那么因此呢 2加2 计算结果呢 我们就得到14 所以题目呢 要来化检下个小题 并求出奇值 那么第一小题呢 我们计算结果 得到它的值 等于2分之13 第二小题 我们计算结果 得到它的值呢 等于4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在解题目的过程中呢 那么有些题目 没有办法呢 求出它未知数的解 但是呢 我们可以利用指数率 来解出呢 它的解来 所以呢 底下这个提醒 那么就是呢 一个例子 我们来解说 我们来看题6 已知A带0 且A的2分之1次方 加A的 负2分之1次方 等于8 是求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A加A的 负1次方 另外第一次呢 那么首先 我们有题目 告诉我们呢 A的2分之1次方 加A的 负2分之1次方 等于8 左边 我们把它平方 所以得到呢 是完全平方 的公式 我们来把它展开来 所以就利用呢 A加B的平方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 是A的2分之1次方 的平方 加上呢 2乘上A的2分之1次方 再乘上呢 A的负2分之1次方 再加上呢 A的负2分之1次方 整个的平方 那么因此呢 就等于 这个式子呢 2分之1跟2 相乘得到A的1次方 那这两个相乘 今天呢 得到是1 所以呢 12乘上1 我们得到12 再加上呢 A的负2分之1乘上2 我们得到呢 是负1次方 那么 左边 是等于8 我们把8呢 平方以后 得到是64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A 加上A的负1次方 等于62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A的2分之3次方 加A的负2分之3次方 的值为多少 我们来看呢 第二小题 那么首先呢 把A的2分之3次方 那么写成呢 A的2分之1次方 那么整个的3次方 那么A的负2分之3次方 写成呢 A的负2分之1次方 整个的3次方 所以呢 如果A的2分之1次方 那这个呢 我们把它称为是大A A的负2分之1次方 那么这个呢 把它称为是大B 所以呢 我们就会变成A的3次方 加上呢 B的3次方 我们来复习一下呢 A的3次方 加B的3次方 做因式分解的时候 分解成A加B 再乘上A平方 减AB 再加上B平方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A加上B 再乘上A平方 减A乘上B 再加上B的平方 那么A的2分之1次方 加上A的负2分之1次方 那这个题目呢 告诉我们这个值 18 那么A的2分之1次方 整个的平方 我们得到4A 那A的2分之1次方 乘上A的负2分之1次方 次数相加的时候是0 所以呢 这个值是得到1 再加上A的负2分之1次方 那么右边呢 A加上A的负1次方 就是我们第一小题 得到的62 所以整个式子 就等于8 乘上的62-1 计算结果 我们得到的是488 所以第一小题 我们计算的值是62 第二小题 我们得到这个值呢 是488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随堂列席6 已知A大约0 且A的3分之1次方 加A的负3分之1次方 等于4 4求A加A的负1次方 的值为多少 那第二次呢 首先我们来复习 完全立方的公式 也就算A加B 那么整个的3次方 所以呢 就会等于原始公式 就是A的3次方 加上3倍的A平方乘上B 再加上3倍的A 乘上B平方 再加上B的3次方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变成是A的3次方 加上B的3次方 再加上中间这两项 提出呢3倍的AB 那么再乘上A加上B 那所以呢 我们就应用这个公式 来计算呢 A加上A的负1次方的值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A的3次方 所以我们把这个大A 就把它看成是 小A的3分之1次方 再加上这个B 看成是小A的负3分之1次方 所以呢 整个的3次方 那么就会等于A的3分之1次方 那么整个的3次方 再加上A的负3分之1次方 那么整个的3次方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这个就是A的3次方 那么这个呢 就是B的3次方 所以呢 我们再把它加上来3倍的大A 那么大A呢 就是A的3分之1次方 再乘上来大B 那么就是A的负3分之1次方 那么整个呢 再乘上A加B A呢就是A的3分之1次方 再加上B B呢就是A的负3分之1次方 那么因此呢 A的3分之1次方 加上A的负3分之1次方 这个值呢 是题目给我们的 也就是说这边呢 是4的3次方 那么就会等于呢 A的3分之1次方 的3次方 这个值呢是A 再加上A的负3分之1次方 的3次方 这个值呢是A的负1次方 所以呢 再加上3 再乘上 那么这两个数呢 是底数相同 次方相加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A的3分之1次方 再乘上A的3分之1次方 加A的负3分之1次方 这个值呢是4 那么因此呢4的3次方 就是呢64 所以呢 就会等于A 再加上A的负1次方 那么再加上3乘4 12 所以呢我们就求得A 加上A的负1次方 那么因此呢就是64 再减掉呢12 计算结果呢 我们就得到是52 所以呢 提供要来求A 加上A的负1次方的值 好我们计算结果呢 就得到这个值等于52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在计算呢 指数的数值的时候 同样呢 可以利用计算机APP 的工程计算机的模式 来求呢 有理数的指数 它的数值 那么例如呢 我们在例提示的时候 要来求呢 81的4分之1 3次方这个数值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在计算机里面 那么依序呢 输入81 那么接着呢 再按下 sy次方的这个键 我们要来输入呢 4分之3次方 所以呢 再按下括号3除以4括号 啊 最后呢再按下等号 那么其中呢 我们刚刚说了 那么括号3除以4括号 这几个键 就是呢 代表4分之3次方的意思 所以呢 4分之3 其实我们也可以按下呢 0.75来取代 那么因此呢 我们按下等号的时候 整个数值 啊 就会出现呢 是27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求呢 64的-3分之1次方 啊 等负 我们输入负 3分之1的意思就是 1除以3括号 我们再按下等号 啊所以呢 在萤幕上面 啊在画面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数值呢是0.25 那么0.25的意思呢 也就是4分之1的意思 所以呢 同学也可以自行尝试 那么利用计算机 求呢我们立题式的第三小题 那么4分之1的-1.5次方的值是多少 那么留给同学呢自我练习 我们再来讲解呢2-1的第四小节 讲解呢 时数指数 那么我们已经学会呢 对所有的正时数a 即呢 有理数n 那么a的n次方呢 它的定义 及运算等等的性质 那么如果呢 我们把这个指数n 想要把它推广到所有的时数 那么例如呢 5的根号2次方 这个根号2呢 是5理数 也就是呢 时数的范围中 那请问呢 它的意义 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首先呢 因为根号2 等于呢 1.4142135 所以呢 我们就来找一个数类 那这个数类呢 底数让它等于5 次方呢 就非常靠近根号2 所以呢 我们找这个数类 就找5的1.4次方 5的1.4一次方 5的1.414次方 等等这个数类 所以呢 我们就会知道 这个数类的数值 那么渐渐的 就会靠近了 某一个特定的时数 那么这个特定的时数 就是呢 5的根号2次方的数值 那么意思也就是说呢 当底数 a大为0 那么n呢 是5理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仿照呢 上面这种 找一个数类的方法 那么找一个数类 使得这个数类呢 逼近某一个正数 那么因此呢 这个正数 我们就找到呢 就是a的n次方 它的数值了 那么因此呢 正数的时数指数 那么就有了定义 也就是说呢 像这样子的时数指数 也就我们刚刚讲的 5的根号2次方 如此的时数指数 那么依然呢 是满足指数率的 那么因此呢 接着我们就来介绍呢 时数指数 它的指数率 首先呢 我们假设它的底数呢 ab 那么都是呢 正时数 它的次方呢 mn 那么都是呢 十数 所以呢 第一条 a的m次方 乘上了a的n次方 那么就等于呢 a的m加n次方 底数相同 指数相乘的时候呢 次方就相加 第二点 那么a的m次方的n次方 就会等于a的m乘n次方 第三点 a乘b整个的n次方 就会等于a的n次方 乘上了b的n次方 第四点 b分之a的n次方 就会等于b的n次方 分之a的n次方 第五点 a的n次方 分之a的m次方 就会等于呢 a的m-n次方 这个呢 就是时数指数的指数率 那么请同学务必要熟记 我们来看题题七 是化解一下个数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10的√3次方 整个的2√3次方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所以首先呢 根据指数率 a的m次方 整个的n次方 那就可以写成呢 a的m乘n次方 所以呢 第一小题 我们就知道呢 10的√3次方 跟呢 2√3次方 那就可以把它乘起来 所以呢 就是10的√3 乘上呢 2√3次方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是 10的6次方 10的6次方 那么就是呢 100万的一次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3的√20次方 乘上9分之1的√5次方 那么第二小题呢 首先我们知道 √20 那么就等于呢 2√5 那么这个9分之1 意思也就是说 等于呢 3的√2次方 所以呢 整个式子 3的√20次方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 3的2√5次方 9分之1 写成呢 3的√2次方 整个呢 再√5次方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 3的2√5次方 那么因为呢 是底数相同 相乘 所以呢 再加上-2 更好5次方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得到 3的0次方 那么3的0次方 这个值呢 就会等于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水档练习期 是化简下的一个数 我们来看第一小题 2的√18次方分之1 整个的√2次方为多少 我们来看呢 第一小题 所以呢 这个底数2的√18次方分之1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呢 2的√√18次方 那么整个R再√√2次方 那么根据呢 指数率 我们就可以得知呢 2的√√18 那么再乘上呢 √√2 所以呢 就会等于2的 这两个相乘之后呢 负负得正 √18 乘上呢 √2 我们得到的是√36 那么√36的意思 那就16 所以2的6次方 计算结果 我们就得到呢 1614 我们来看第二小题 5的√3次方 整个的√3-1次方 乘上125的√3分之1次方 为多少 我们看呢 第二小题 那么首先 我们来计算呢 这一个数 那这一个数呢 根据指数率 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是5的 把这两个相乘 所以相乘呢 就得到是3 那么减掉了 √3次方 再乘上125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5的3次方 那么整个啊 再√3分之1次方 那么因此呢 就会等于5的3 减掉了 √3次方 再乘上 那么这个指数呢 是5的3 乘上的√3分之1次方 所以呢 就是5 我们把这两个呢 乘在旁边给同学看 也就说呢 乘完了以后是 √3分之3 那么√3分之3呢 分子分母 我们同时呢 给它有理化 也就是同时乘上√3 所以呢 √3跟√3相乘 跟3约分 那么整个化检结果呢 就得到是√3 所以呢 3乘上√3分之1 我们得到呢 是√3次方 所以呢 底数相同 那么指数呢 相乘的时候 次方就把它相加 那么因此呢 就是5的3 减掉√3次方 再加上√3 所以呢 就会等于5的3次方 那么5的3次方 计算结果呢 我们就得到是125 所以呢 题目要来计算下列个数 所以呢 第一小题 我们计算结果得到是64 第二小题 我们计算结果呢 得到是125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题八 所以SY皆为十数 且87的S次方等于9 29的Y次方等于3 是求S分之2 减Y分之1的值为多少 有题目的是呢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呢 87的S次方等于9 9呢是3的2次方 所以呢 我们知道这个S呢 不会等于0 那么接着呢 我们由87的S次方 等于3的2次方 两边 我们根据呢 指数率 同时呢 把它S分之1次方 那么因此呢 S消去之后 我们右边呢 就会得到是3的S分之2次方 那么就等于左边的87 我们把它称为呢 是第14 那么同理啦 29的Y次方等于3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29的Y次方 左边 我们给它呢 Y分之1次方 所以呢 就会等于右边3 我们给它呢 Y分之1次方 所以呢 29的Y 就会跟呢 Y分之1相乘 所以呢 我们就会得到 3的Y分之1次方 那么就会等于29 我们把它称为呢 是第24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利用第14 去除以第24 所以呢 第14是3的S分之2次方 那么去除以3的Y分之1次方 底数相同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呢 次方要相减 所以得到3的S分之2 减掉了Y分之1次方 那么右边呢 就利用87 去除以29 那么这个值呢 就会等于3 3呢 就是3的1次方的意思 那么因此呢 这两次就会相同 那么底数相等 所以次方就会相等 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S分之2 减掉了Y分之1 这个值呢 会等于1 所以题目呢 要来求S分之2 减掉Y分之1的值 好我们计算结果呢 得到这个值 那么就会等于1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来看随堂练习8 设SY皆为实数 且290的S次方等于1000 0.29的Y次方等于100 是求S分之3 减Y分之2的值为多少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呢 这个关系是290的S次方 那么就等于1000 那么1000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10的3次方 所以呢 左边右边 如果呢 我们同时给它的S分之1次方 所以这里呢 就给它S分之1次方 意思也就是说 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S分之1次方 所以呢 我们这边 左边 S跟S分之1相乘 得到呢 是290 那么就会等于10的3 跟呢 S分之1相乘 得到呢 10的S分之3次方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给它叫第一式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0.29的Y次方 这个值呢 是等于100 那么一样呢 100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10的平方 所以呢 左边右边 那么仿照 刚刚做的 我们同时呢 给它Y分之1 所以呢 100我们就给它Y分之1次方 10的平方 再给它Y分之1次方 所以呢 0.29的Y 跟这个Y分之1次方 就相乘 我们就得到呢 是0.29 所以呢 就会等于10的 2跟Y分之1相乘 我们得到呢 是Y分之2次方 那么这个式子呢 我们就给它叫做 第二式 那么接着呢 我们就利用呢 第一式 去除以第二式 那么因此呢 我们先来计算右边的 那么右边呢 就是10的 S分之3 那么去除以呢 10的Y分之2次方 那么这个计算完呢 就是10的 指数呢 相除 底数相同的时候 那次方呢 就会相减 所以相减呢 就是S分之3 再去减掉呢 Y分之2 再去减掉呢 那么就会等于 我们的左边这边呢 是290 去除以呢 0.29 计算结果呢 我们就得到是1000 那么1000呢 就是10的3次方 所以接着呢 所以接着呢 我们就利用这两式相等 底数相等 那么因此它的次方呢 就相等 所以呢 S分之3 再减掉呢 Y分之2 那么这个值呢 就会等于3 所以题目呢 要来计算说 S分之3 减掉Y分之2的值 好我们计算结果呢 得到这个值等于3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在这些小节开始的时候呢 提到说要来计算呢 5次更号2 我们可以利用呢 计算机APP 这个软体里面呢 有一个工程型的计算机模式 来求出呢 5次更号2 它的近视值 所以呢 我们只要输入5 那么要输入次方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按SY 的这一个键 再输入呢2 那么输入2之后呢 我们要选择 2次更号S的这一个键 最后呢 我们输入等号 所以呢画面上就会出现呢 5次更号2 它的近视值 那么大概呢 就是9.7385177 等等这个数值 那么其中呢 按键中的2次更号S 那么指的呢 就是开2次方根的S S呢是正平方根的意思 那么在这边提醒同学呢 这个更号S 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们先按2 再按呢2次更号S的这个键 意思也就是说呢 我们就是在输入更号2的意思 在这边我们也提醒同学呢 工程用的计算机的模式呢 它又有3次更号S 那么跟呢 Y次更号S的这两个键 所以这两个键呢 如何使用 我们提醒同学呢 如果我们要求3次更号5 它的近视值的时候 那么因为呢 它这里有3次 那么提供的键盘里面呢 就有这一个键呢 它有3次了 那么依序呢 我们就要输入5 那么再输入呢 3次更号5 按这个键 最后呢 按等号 那就可以啦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计算的是 6次更号8 这个6呢 并不是3 所以呢 我们要按另外的这个键 所以呢 我们要求6次更号8 它近视值的时候 我们必须呢 输入8 那么接着呢 我们是选择按呢 Y次更号S的这个键 那么Y是多少 我们是呢 是6 那么因此呢 接着再按6的这个数字键 再按等号 我们就求等了6次更号8的近视值啦 那么至于这些功能 那就请同学呢 多加练习 去熟悉它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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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